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最近围绕着萧战发生的事情 就像是一个乱糟糟,毫无章法的戏台 台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演员红着眼睛刻劲指手 卖力地唱面作打 不曾想观着哈欠连天,兴趣缺缺 甚至听到熟悉的开场锣鼓声 就立刻打到回复 都不若对面的戏班子给面 好歹有寥寥几个人影闪现 看起来才不至于让这暗夜的演出太过于孤独 如此境遇,怕是她在准备踏进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想到的 且做足了心理准备 她温文尔雅的外表是真的 倔强不服输的狠劲也是真的 连那骨子里的赌徒气质都是真的 放弃踏实安稳的一切 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计退路的头也不回追梦去了 记得她在某一次采访中说过 我很怕爆红这个词 怕的是虚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一个从低谷再往上走 我很明白那种低谷的感觉 我怕的不是再次跌入低谷 因为我从低谷来 我从来不怕 我有时候会跟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说 清醒一点 不要过海 清醒一点 后来她还说过几次 我怕的不是再次跌入低谷 因为我从低谷来 我从来不怕 听起来反而像是一道心理暗示 我不怕 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然后果然就不怕了 科学研究表明 暗示是可以对人产生积极作用的 这时候的她 清醒睿智的笑容下 些微忐忑乍卸 反而才像是这个年龄的年轻人 可是没有人把她当作 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时事造英雄 她如同扎进水里的海绵般 飞速增长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 还有遇见成熟的历世之道 今年她更沉稳了 严肃的时候气场强大 笑起来又瞬间变身 邻家少年 可攻可守 火猴出城 水深火热里滚了一遭 她更加老神在在 不虚不及 一切尽在掌控的从容 一切随缘来去的笃定 一幅画 一首歌 一篇文 懂得人于是安心了 自古英雄多磨难 这句话其实没有看起来的 那么悲怆难安 她开阔的心胸和良好的修养 使得她隐忍如泵 杀力吗 总是必无可避 肖战怀着一抹天真无味 以佼佼洁净的赤城 终究磨砺出光滑璀璨的珍珠 又窃窃地捧出来 她捧出一轮明珠如月 脚跃清灰 照彻人世昏芒 被以往快节奏生活和工作 给藏起来的小男孩 回到了故乡 星河就是她的故乡啊 明月欠她双眸 她伸手居月色如水 潮汐安静赴约 小人鱼唱起古老的歌 星星搂作玲珑星 梦里的玫瑰花开了 故事已经那么长 然后在童话故事里 是不是就可以说 小男孩和她的星星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何其有幸 她还拥有柔软天真的 敏锐触觉 和对这个世界 热烈通透的温柔善意 胸有秋鹤 才能走出她的大格局 遇见幸福的可能 何其有幸 肖战看到的是她的责任 而不是利益 所以有了粉丝公益战 善良的心 万经难求 肖战的月亮 想起两句诗 千江有水 千江月 万里无云 万里天 认为肖战对现状的安之若素 可能是源于她的佛性吧 在肖战身上 总是不经意的 一股东方传统的侠气和古劲 又引人意宽厚的佛道之风 这般风貌在她的作品中 也很主观地呈现出来 清新倦意的北塘莫染 启动间的衣媚翻飞 撞进了多少人的景色流年 鲜活跳脱的魏无羡 她张扬不羁的笑意 又是多少人梦中的少年 她演过的人物 气质里都有她自己 她对她的表演角色的热爱 是跟他们的共情 共生 共赢 发自肺腑的热爱者 所以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在她的画作中 看到的是清静安详 小时候很喜欢看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 至今仍得益于她文字中的人生感悟 她在天龙八部中 写了人生的三种毒 就是佛家所说的 人生痛苦不得解脱的三种根源 吃 撑 贪 佛家认为 与其他两毒相比 吃毒最难消除 若能去吃 则可动见本源 得大圆满 事事无常 当求本心 肖战身陷火宅 而她的小男孩 在正好的时刻 提着她暖洋洋的灯笼 一步一微光 落入心头方寸 照千江月明 有群星出生 让时间倒退一些 问你有想过永远不火的结局吗 肖战只想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 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 在经历了之前的一系列风波后 肖战带着公益歌曲《红梅赞》回归了 肖战作为一个偶像 愿意担起传播红色精神和正能量的责任 这是她的责任感的体现 也是在正确引导粉丝 告诉粉丝们要爱自己伟大的祖国 这一次我把心中的红梅赞唱给你们听 我希望通过这首歌 带给年轻朋友们的 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但更重要的是带着历史向前走 正如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疫情 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没有被困难打倒 也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悲伤之中 而是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坚定前行 浴火重生 这首《红梅赞》唱给重庆 唱给疫情之后的中国 唱给中国的青少年们 也唱给我自己 2019年11月份 我朋友在给我疯狂的安利陈情令 恰好那段时间又赶上陈情令的国风演唱会 当时我在网上听了几首《陈情令》里的人物曲 觉得还不错就花30元买了一张直播票看演唱会 在陈情令最后一场的演唱会上 我听到肖战讲了很多拍摄陈情令里的趣事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 哪怕防颜和乌梁把生活压得再低 总会有另外一片天空的希望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男孩 对待生活的态度很积极向上 在告别的环节里 每一位演员对自己的角色说了告辞 肖战说的是 云梦将是未无限 告辞 那天晚上 粉丝和战战都哭了 后来看到他发了一条微博 我感觉到这个大男孩 很多话不喜欢放在面上说 但是他内心一直都是留着的 他是一个念旧的人 对待一个角色都有这么强的感情在 对待自己身边的朋友更是如此 一个人的谈吐和教养也是我很关注的地方 人们都经常说 从一个人的谈吐和举手投足之间 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人品 我是认同这句话的 去看了战战工作之外的照片 一些小细节会让人很暖心 他会给助理提行李 会用手帮着助理挡电梯的门 会给助理打伞 前辈对于肖战的评价 我是一直认为同行人的评价是判断这个人最重要的标准 和肖战合作过的前辈们都对战战的印象不错 特别是在我们的歌里 一向怼天怼地的纳英 对待肖战却很是温柔 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指导肖战要调好自己的耳返 教他怎么保养好自己的嗓子 纳英在采访中说过 他为什么会这么红 不是短暂的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是觉得一个艺人想要长久的发展和维持热度 艺人的人品和演技 还有作品 这是演员的硬件 第二就是粉丝 粉丝的命运和偶像是在一起的 对艺人来说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粉丝的行为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做一个理智的粉丝 在网上和别人聊天谨言盛行 不要让你的爱成为一个偶像的负担 给演员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 多关注作品 跟着官方走 有时间的就打榜 没时间的就默默守护 愿每一个善良真诚的都不要受到伤害 希望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吃алось 1st 2st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